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总统蔡英文做接受法新设专访时表示,希望国际社会能一起行动,表达对民主自由的重视,并呼吁国际社会联手制约,遏制中国的霸权扩充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受访时针对此事表达看法,他直言中美对抗是未来十几年的国际局势,台湾在当中要思考相处之道,台湾也该自我提升实力,否则力量不够,跟人家大笑声,只会被笑而已。 柯文哲接受访问时表示,两岸还是要以和平为原则,台湾该准备还是要准备,他每次都说国家力量决定一切,你力量不够,跟人家大笑声时,被人笑而已。 台湾在1990年时,占权中国43%,但现在掉到4.6%还撑不住,所以台湾要够强,才能够跟人家谈判。 媒体追问,对蔡英文呼吁抵制中国的看法,柯文哲表示,中、美对抗未来十几年都是国际大事,台湾在两霸权中,应该好好思考自己的相处之道。